你们看我的一身装备 我在意大利街上一走 是不是一个拉松的少年 有没有点像咱们霸凌后小时候 上来吹油的效果 尤其是大水壶 你看给我妈笑的 她给我录视频的看我那个样 笑这样 她说给我弄个小背包 给我放点水果 看我妈给我叠衣服呢 这不行 我不让我自己叠 我自己叠的不好 我妈说非得他给叠 这衬衫叠的 相当板着 这叠的档次完全不一样 我就叠不出这种感觉来 这个包里是衬衣 这些衬衣都在这里 然后这个呢 是你的短裤和长裤 这是 这是你给我的枕筋是吧 你带个枕筋 大家看到没有 还有下个枕头 这个我要拿走 万里 万里带个枕头 因为在意大利边没有 大家可以听到这里边声音 这是我们怎么说吗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属于是糠皮子 糠皮子是吧 就是那个 就是有点像玉米的 干了那种 也不是玉米 是稻子干了 就像水稻干了 脱了之后那个皮 对 金皮子 小时候我一直睡这个长大的 所以 这次回来一睡这个感觉 浑身特别舒服 在意大利找不到 然后但是我现在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边因为是那个稻子种子一样 干的 所以 没有种子 没有种子 皮 但是我 担心过海关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查一下 反正过海关如果查的话 就给我拿下来给它 你们看当母亲的 这大包小果的 全都给我装的一堆一堆 等会放到皮箱里就好了 外里带个枕头 有点奇怪 你看我在这两天睡在这个屋子里 铺这个床单 这都是我妈年轻的时候 她就和我爸父亲喜欢这种风格 叫花开富贵吧 我妈给我买枕头 我爸给我买了几条大裤衩子 她知道我在家喜欢穿这种大运动裤 你看我爸知不知道我的风格 我身上穿了一条 我妈送我枕头 还有枕巾 我爸送我大裤衩子 然后我爸送了另外一条大裤衩子 现在在我身上穿的呢 这几天在家一直穿 出门也穿 看看这个 这风格你们觉得怎么样 穿的是不是很有气质 因为我爸知道我在家喜欢穿这种随意的 这是麻料的 穿的还比较好看 但是我觉得他选这个图案风格 我是比较喜欢的 当父母的总是送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都是那种比较实用的 然后再来一个 我爸给我送的另外一个东西 你们看着我脖子上这个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给大家看看啊 整上筋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已经弄起来了 大家看海拔高不高 我现在脖子都动不了了 蹦的蹬直蹬直 你们看 这个是一个颈椎的颈椎 我先说话都说不出来 颈椎的牵引器 就让脖子直一点 我爸知道我平时工作的时候 老看电脑 这个颈椎不太好 有点有一点点驼背 所以他给我弄过这个东西 让我没事一天就带十分钟 这个把脖子都给撑长了 本来个都挺高的 你看这东西奇不奇怪 带走带回意大利 然后再给你们看 我妈送我的另外一个礼物 让我带回意大利的 有没有气质 你们看看 等会儿镜头反过来给你们照一下 这是平时看我在直播的时候 这脸都怼变形了 直播的时候 这个老拿那个大塑料瓶的喝嘴 喝水 我现在这个牵引的 我嘴说话就瓢了 喝水 所以给我弄了一个 有气质一点小水壶 然后背过去 这在晚上买的 我妈 给你们看看 撞过来啥样 你们看我的一身装备 我在意大利接上一走 是不是一个拉松的少年 有没有点像 咱们霸凌后小时候 上台翠油的效果 尤其是大水壶 他背一个手榴弹似的 然后整个牵引器 我这是绝对是一霸 你看给我妈笑的 他给我录视频的 看我那个样 笑这样 他说给我弄个小背包 给我放点水果 你看我爸 一脸懵 我还发现这个小胡 上面还有个把手 这么提着 像不像照亮人生当中的 一展明灯 你看 我去广场上 绝对是广场舞 不知道是什么门派的 你看我爸说 我那造型不对 他非要说 把下巴要脱起来 结果你看 别的脸通红的 什么感觉 紧 你看那个脸 那个表情 还有一个重磅炸弹 没拿出来 这我妈给我 弄了一坛的咸菜 一坛的 这里边辣椒 黄瓜 什么都有 因为回家以后 天天早上吃早餐 因为意大利的早餐 太甜了 有时候我也不太吃 所以久而久之吧 导致我早上 只喝咖啡 不吃早餐了 早上空肚子 但回家以后 我天天早上喝大米粥 然后就这咸菜 我妈看得 特别特别有食欲 所以专门给我 带了这么一罐子 这一罐子咸菜 可真都是精华 但我不知道 在海关会不会被来起来 如果它被给我来起来 那我当场吃一半 给它看看 我当时 以前 出国的时候 买的大皮箱 这个皮箱一开 要么激动 要么悲伤 激动的是 要回国了 悲伤的是 又要走了 这个是我从小 养到大的猫 每一次我一开箱子 它又进去 必须检查一下 胖 它叫胖 今年15岁 还是14岁 已经生老猫了 回头给大家露个面 来 长了一脸迥 你能不能往边上去一去 我往里放东西了 开好箱子 大家看 这箱子已经收拾完了 这边全是衣服 已经装满了 这边是被这个枕头 给占了一半的皮箱 然后这个是那个瓶子 我妈给我的水壶 等会儿 那个咸菜还在冰箱里边 是咸菜坛的 这萨一放 这三大神器是凑齐了 可以去结婚去了 刚才我回来 我妈给我看了一样东西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也是让我 怎么说呢 暖心那个地方 这是我小时候 刚借奶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了一个小熊 借奶 然后就不喝奶了 我天天抱着他睡觉 我妈说让我带意大利去 这个就不带了 这是我小时候 陪我一起长大的 小熊妈妈 你们是不是小时候东西 也有这样的 我一看他 童年就有点记忆 那时候太小了 刚借奶 我再给你看看 我小时候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家 有很多东西都给我藏着 这是我小时候玩的玩具 遥控的 那时候我可以这么说吧 就在我家附近的小孩堆里 我可以处理是一霸 这个还得减震的 这是我小时候玩的遥控车 我妈谁都没给 然后这也是个遥控车 遥控车里边还有个拉笔小新 大家看看 认识吧 然后这个是年少的我 看看 那会儿 比现在帅多了 现在都苍老了 然后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书 这几个不是 这个是中国上下五千年 所以我现在还特别喜欢 这个咱们的历史经常看 这个康熙字典 这个小时候看的 现在汉语字典 然后这些是 大家知道 前几年得的这个平台给的小奖状 全是童年的记忆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毯子 这又是一个花开富贵毯 本来是一个榻榻米 就是日系的 上面是那种草边的 在上面睡着很矮很矮的 怕猫脑 所以我妈又弄了一个花开富贵毯 然后我也不知道送我爸爸什么 这次看他那个喜欢看手机 那个手机字特别特别小 所以给他弄了一个派的 然后他自己去买了个这么个东西 真会弄 平时就坐在桌子上看 我挺好的 小的房间 平时我妈妈就坐在这里边 看了电视给我打了电话 但我对这里边还是有点陌生 因为这个新家 也是我第一次回来看的 搬家了我都没有看到 看我爸穿这大裤衩子 我爷俩是套装型的 在一个地方买的 我爸买了两条 给我买了两条 穿上非常有档次 我明天早上就要启程了 启程是这样的 我先去别的地方去办点事 别的城市 然后我直接从别的城市 回意大利了 就直接回去 这次回国一共待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六年没回来 回来待一个月 不过还好 我打算以后会经常回来 因为父母毕竟还在这边 然后过几年 我看具体情况 然后把父母也带走 总之不管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以后我会常回国看看 常回国看看父母 然后后面 随着他们年龄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就算他们不会语言 也不会这个饮食文化 我也想给他们强制的带过去 因为在我身边 我会更放心一点 然后大家看刚才视频 你我母亲和父亲 给我准备那些东西 是不是 就是很奇怪 但是都是实用的 也很暖心 都是一些细节的小东西 自己平时不会去买的 也希望吧 怎么说呢 视频前面的你们 每家都是欢欢乐乐的 有时间多陪陪家人 别像我一样 这么多年没回来 但是也有很多的现实情况 困扰着我 也导致这个六年没有回国了 还是像我以前说那句话 当父母之间还能互相照顾的时候 不是说孩子必须要陪在父母身边就是好的 如果孩子连自己都奋斗不好 或者是活不好 那天天在父母身边 是不是也累赘 也像个吸血鬼 像个蚊子一样 当然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 所以这个世界都存在两面性 大家理性的去看 最近我经常拍这个视频 有一些朋友说的话 冷嘲热讽的 说六年了 这不消之子 然后反正大家理性一点吧 就这个我也没法说什么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的轨迹 对吧 在父母面前 我永远是个孩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你放心 你们喜欢的西蒙 不会差任何事情 放心 得嘞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 我就收拾了 记得订阅点赞 加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